欢迎收看年代小确信 我是陈元纯 韩国烤肉这几年 很受到台湾民众的喜欢 但是在韩国除了烤肉 烤肠也是聚会必点 为了把道地的韩国美食 带进台湾 有韩国业者以烤肠 作为餐厅的主打 推出了全台湾独门的烤牛肠 外皮焦香 吃起来很有较劲 大火起锅煎出牛肠香味 台湿铁盘铺满杏鲍菇 韩国酒菜与马铃薯 放上主角牛肠 一一剪开细烤 焦香外皮搭配香浓油脂 夹起一块 沾着特条酱料一块吃 这就是首度引进台湾 韩国人聚餐必吃美食 烤牛肠 我第一口看到这个时候 觉得有点肥肥的 可是吃了一口以后 发现真的好好吃 它最好吃的地方 就是这个 就是看起来肥肥肥的地方 其实是感觉是有点像 带着牛油口味的 那个棉花糖的感觉 而且这个表皮也是QQ的很带劲 两个融合在一起 完全是不同的口感 店长那你觉得 这个牛大肠 为什么你觉得它最好吃 你心中的口感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我也喜欢这种的油 因为这边 牛油的部分是很软烂的 然后就这边的皮是很QQ的 所以两个都有差 所以比较特别好吃 然后牛油原本就很好吃 有别于一般韩国料理店 这里以烤肠做主打 帅哥欧巴店长杨金明 是道地韩国人 他对韩国在地料理如数家珍 在韩国必吃的猪大肠 也是店内必点招牌 拌拌拌拌拌烤 以辣酱与美乃滋酱烧 双重滋味一块入口 一般吃这种的料理比较少 然后我觉得用这样就是 吃起来就是很道地的那种 韩国的那种料理 因为其实韩国料理很多 它这个算是有入味 然后又特别的 应该是烤肠的部分吧 烤肠 为什么 因为比较特别一点 平常不会吃到 想让大肠头吃起来没有猪烧味 就得从处理下功夫 韩式特别料理法 猪肠得费劲搓洗好几次 加盐去除腥味 再放入香料桶汆烫 而入味秘诀在这里 先以铁板快炒一次 逼出水分才能腌制酱料 跟着豪迈拌入辣椒酱 盐子入味再度放上铁板煎 表皮炙烧带点焦味才能上桌 翻覆的前置工序 让猪大肠滋味变化无穷 辣酱腌的小章鱼 摆上五花肉 豆芽 这就是韩剧德鲁纳酒店里 女主角最爱的一道菜 腊炒小章鱼五花肉 欧巴店长教我们得这样吃 呼平生菜加点奶油玉米 一块包起来 这才是道地的韩式吃法 每天乘 cuales喜有不同的菜 份之时 完全请养几鱼 然后觉得多 adoption 越来越西奴 其实我昨天还不知道 有一道菜 尽管鱼烤肉一样 都是含蓄料理中 不可或缺的铁盘餐点 但业者将台北少见的 烤肠鱼腊炒小章鱼端上餐桌 让韬客不出国 也能异常道地地寒风好滋味 记者 沈泡米 陈宏达 张耀凡 台北报道